崔永元,方舟子必须死他至少有100多条人命视频,前央视主持人崔永元近日在爆猛料,他在接受西安时代人物采访时说,中共大五毛方舟子必须死因为方舟子推广有毒有害的转基因,导致无数条生命死在他们的团伙手上,网最少的说,也得有100多条人命广告。 央视前主持人崔永元26日在接受西安时代人物杂志社长兼总编马川采访时说,方舟子必须死,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这个网络集团在网络使用暴力,包括他推广有毒有害的转基因多少条人命已经在里面了网最少的说,也得有100条吧。 崔永元的上述爆料,让许多网友感到震惊,纷纷到方舟子个人推特求证。 崔永元怒斥方舟子网络流氓集团,今天把话撂这了,方舟子必须死。 Pick,TWiTT12.COMVCJ913N子弹飞 at Hudson 17,2018年10月27日10月27日,方舟子在个人推特回应,趁媒体和很多公众,并没把崔永元当疯子而是当英雄,所以我们也不能把他当疯子该批。 海北P28日方舟子又在个人推特衬,崔永元卖起了自己品牌的服装,现在的棉花基本是转基因的,崔永元牌服装用的是什么样的棉花? 他还说,崔永元卖服装的时候说自己有病,每次要吃20多种,要得了什么病需要吃这么多种药,是他相信的重要吗? 方舟子与崔永元因转基因结院,源于2013年当时崔永元自费过万,赴美调查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崔永元说在美国的超市,转基因食品是有明显标记的,和非转基因的食物是分开排放的,而大部分的美国消费者对转基因的危害,是有认识的。 如果能够不买转基因食品的话,他们会尽量避开这类食品,因为对人体的危害性,目前还没有深刻的研究。 崔永元的转基因纪录片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同年9月崔永元与方舟子,关于转基因食品市场化问题在互联网上展开辩论。 崔永元,2014年又爆料,趁方舟子常收黑基金是网络流氓和骗子,用骗数获得67万美元,并在美国购入豪宅移动,要求方舟子在法庭上证明67万美元是正常收入。 2015年6月北京海淀法院一审宣判认为崔永元和方舟子部分微薄均构成名誉侵权各承担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责任,但方舟子表示将会上诉。 2018年7月26日中国毒疫苗丑闻引起全民恐慌和愤怒时,崔永元也曾在微博指控方舟子为中共便携洗地,还趁方舟子每年收受中共科学2000万人民币的洗地费什么都敢洗。 方舟子本明将方世民过去20多年来以批宗教、气功、中医成名,因攻击诺奖得主徒悠悠,学者于建荣,IT人力开赋,作家韩寒,作家李承鹏,呼吸道疾病专家钟南山等众多公众人物而活跃在网络上。 方舟子早年因参与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而出名发家近年来,随着江派人马薄熙来、周永康、李东升一个个落马江泽民集团的要员一个个被铲除。 方舟子的命运也在跟着发生变化,各种负面报道接踵而来。 曾在方舟子创建的新语司网站上发表大量文章,但后来与方舟子反目的生物学博士一名多年来在网络上大街方舟子的老底。 他撰写的方舟子2014年时大药文用17万字、200张图片,700个链接记录了方舟子在过去几年来的行骗、作恶、犯罪事实。 一名揭露方舟子的第一桶金就是他在1999年主动向中科院认识合作修投怀送报,加入合作修蓄意挑起的镇压法轮功事件。 1998年5月24日合作修公开在北京电视台污蔑法轮功,但在此的近一个月前,方舟子就在他自己的网站上称, 法轮功在国内已被宣布为非法以后只能在美国发展。 1999年4.25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事件发生后不到两周,方舟子就在网上宣布说, 他将在美国之音参加一个有关法轮功的辩论会。 作为反方批判法轮功,之后方舟子宣布辩论会,推迟从同年5月2,1日开始方舟子开始发表法轮功解剖,系列文章评论人士说方舟子,合作修之流都是中共利用的棋子。 他们没有做人的道德底线披着科学的外衣,以专家的身份颠倒黑白,会小视听,打击真正善良的人,这种人早晚会被民众唾弃,也会被他主子在利用完后抛弃人民日报。 海外网早前发专闻批方舟子不可理喻的偏执,人格分裂之后,方舟子在大陆社交网站上的账号几乎全部被删除。 海外网站的作计划